最有趣的信用卡議題 最新鮮的理財知識 就在寶可夢卡好 ポケモンカストク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我是寶可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張卡片 是跟日本語有關的一張卡 我真的很好奇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去日本玩 這麼夏日呢 直到我自己去年去日本玩之後 才發現 哇 原來就是這種感覺 去日本玩真的好有趣 好好玩喔 不管是電車上的體驗 或者是他街道上的這種感覺 真的是有別於台灣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也慢慢的開始 很喜歡很喜歡日本這個國家 好啦 趕快回到我們的正題 今天要介紹的信用卡 就是台北富邦銀行推出來的 お土産卡 有沒有非常的令人感到親切呢 因為お土産在日本就是伴手裡的意思 你拿這張卡片去日本刷卡 當然就是要有回饋 當然就是要A好康囉 台北富邦銀行把它稱之為 所謂的旅日神卡 到底有沒有這麼神 我們趕快來看看 第一個好康 他的新戶手刷裡 居然送你的是日本交通卡耶 不是iCO卡 就是SWiCa 我個人推薦你拿SWiCa 這個西瓜卡 如果你拿到之後呢 把它放到iPhone的Apple Pay裡面 到時候你的卡片餘額 就可以變成手機上去使用了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推薦你就是選擇 這個所謂的SWiCa 西瓜卡 第二個好康 就是 它其實是發卡組織是JCB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刷卡 其實Visa的匯率最差 Master的其次 那最好的其實還是 日本發卡組織JCB 所以這張卡片還是有它的優勢在 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基本刷卡回饋率是 日本3% 然後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地方 跟台灣就是只有一%的回饋 你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 這張卡片到底要不要年費 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只要申請電子帳單 就終身免年費了 是不是很佛心呢 這張卡最大的特點是 你還可以換伴手禮 你在日本的各個地方 從關西走到關東 都有各種不同的優惠 比如說你在關西的 琵琶湖大金館消費指定套餐 就可以拿到軟性飲料一杯 或是伴手禮 日本的人氣藥妝店 可以拿到5%回饋 在日本的藍瓶咖啡 Blue Bottle Coffee 就可以拿到9折的優惠 就在東西收入百貨 你可以免費兌換伴手禮 還有就是9折回饋 東京鐵塔購票 7折優惠 然後購物9折 這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基本上這張卡片就是 你帶去日本用 就對了 近期想要去日本的朋友 請你要把握良機 趕快申請這張卡片 最快最快 一個禮拜就可以入手 這張信用卡囉 好 所以今天的舉日神卡介紹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寶可夢的介紹 咱們下回再見 掰掰